第四百四十八集 白燕宇这会儿也很紧张 他早就发现了这群蜜蜂是奔着自己来的 好像是从四面八方一下子就涌了过来 然后就在脑袋顶上转啊转的 他也紧张,也害怕 更知道这些蜜蜂为什么要来 因为那朵朱花上浸过蜜 蜜蜂是闻着甜味了 当下不由得将那叶娇美咒骂了一万遍 好在白赫然提前给了他保证 只要他站着不动 蜜蜂就伤不到他 果然,他站着不动 蜜蜂也只是绕着飞 却没有意志敢落下来 他能感觉到自己头上的朱花 对这群蜜蜂的诱惑力极大 但又像有什么东西使这些蜜蜂害怕忌惮的 所以即便面对如此大的诱惑力 他们仍然不敢落下来 更不敢伤他半分 于是他的心便放了下来 只安安静静地在原地站着 但面上却也做出害怕的样子 是做给旁人看的 这群蜜蜂围着白燕宇转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放弃了 于是各自散开 却也没飞走 只是围着这些娇小姐们开始转悠 像是在寻找新的目标 很快地 他们的目标就找到了 不是别人 正是那给了白燕宇珠花的夜娇美 因为他也带过那珠花 只不过刚入古时 花少风少 才没有吸引过来 且他不但带了 还亲手摘下来送给白燕宇 所以手上自然也沾了蜜的味道 这群蜜蜂客开心了 终于有一个人身上甜滋滋的 还没有那种让他们胆怯的药味 于是就跟商量好了似的 一窝蜂冲向了夜娇美 戴着头和手没了命的钉 人们起初还能听到夜娇美 哇哇乱叫 还能看到她不停地挥舞 手臂试图驱赶 可叫着叫着就没了动静 最后人瘫坐在地上 手肿的都看不出 还有五个手指头了 头脸更是没得看 远看近看 这玩意儿都跟脸部挨着 倒像是猴子的红屁股 还得是那种胖猴 有人看了夜娇美 这个样子想笑 但更多的却是惊恐 眼瞅着那些蜜蜂 钉够了飞走了 一直飞到再也听不到嗡嗡声 小姐们才回过神来 有人哆哆嗦嗦地问 叶小姐还活着吗 叶娇美当然还活着 可活得也忒不像样子了 眼下就是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因为嘴肿了 肿得上下连成一体 根本张不开 作为这次百花会的组织者 冷若男不得不站出来 处理这起事故 可她也是纳了闷 就算是叶娇美 手上头上都沾了蜜 可白燕羽 却是直接把珠花 带在头上的 怎么蜜蜂 却像是越了天敌一般 躲着她走 然后改路退而求其次 去盯叶娇美 这个有太后撑腰的叶家 一向目中无人 纵使左右丞相 也不被叶家放在眼里 眼下出了这个事 叶家不会讹上她吧 她哀怨地 看了白赫然一眼 好阿燕 亲阿燕 一会儿闹腾起来 你可不能不管我 冷若男无奈地走出来 走到了叶娇美面前 看了一会儿 然后吩咐自家下人 快 去庄子通传一声 就说这边有人被蜜蜂遮了 让大夫们准备着 一出了鼓励即救治 说完又问了叶娇美 叶小姐还能走路吗 叶娇美自然是说不出话了 她身边的丫鬟柳旭 此时也是气得一肚子火 眼瞅着自家小姐伤成这样 她却连碰都不能碰 因为一碰小姐就疼 不碰还疼 就只能听着小姐 在那里不停地哼哼 哭都哭不出的样子 真是急坏了她 眼下听得冷若男如此闻 柳旭瞬间就炸了 走路 这还怎么走路 这样明显的事 还用得着问吗 冷小姐 今年这百花会 可是您挑头办的 年年都有百花会 可是哪年也没出 这么大的事 你可得给我们叶姐 一个说法 冷若男就不高兴了 脸也沉了下来 原本近距离 体贴关怀着叶娇美 这会儿也不愿意 多怪闲事了 于是直起腰 往后退了几步 冷眼看着那柳絮 就算要个说法 那也是叶家人来捅我要 你算个什么东西 百花会是年年半 但也没听说 有人敢拿着 进了花蜜的珠花 进山谷 看你这样子 是叶小姐的贴身丫鬟 那你家小姐 今儿这个打扮 应该也是你的功劳吧 你是有何居心 居然敢将 进过花蜜的珠花 带在你家小姐头上 柳絮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居然是珠花之事穿帮了 可这是怎么穿的 她瞪了一会儿 冷若男 又看向白燕宇 摇摇牙道 冷小姐在说什么 恕奴必听不懂 如果说 是那朵送给了 白家三小姐的珠花 那可真真是冤枉死我们 这珠花明明是戴在了 白家三小姐的头上 可是她却毫发无损 可见说什么珠花 尽了密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白燕宇听着这话 不由得将目光 投向了她二姐姐 只见白赫然 冲着她点了点头 白燕宇心里有底了 自然也是明白了 二姐姐的意思 于是鼓起勇气 上前几步 一把扯下 自己头上的珠花 这便是你家小姐 送我的珠花 你别上手 咱们让大家品鉴品鉴 柳絮一看 白燕宇将珠花摘了下来 当时就有些急了 忙上前一步就想抢 同时嘴里头还倒 真是好大的胆子 那珠花是我家小姐 生辰时 夫人送的生辰礼 今日能送给你 那是你的福分 却也不是什么人 都能拿来品鉴的 这话一出 其他小姐们就不干了 什么意思啊 你家小姐的东西 我们看都不能看了 有这样瞧不起人的吗 我们也是上都城里 有头有脸人家的女儿 你拿我们当什么了 白燕宇自然也是 不能让她把珠花抢走的 于是赶紧把手缩了回来 身子也往边上 侧了一步 让那柳絮扑了个空 既然是送给我的东西 自然我想如何处理 就如何处理 我说让什么人看 就让什么人看 她盯着那柳絮说 你家小姐 不也是得了别人的礼 在转送给我的吗 这便是一个道理 何况你一个下人 有何资格 这样同我说话 我也是侯爵府里的小姐 虽为庶出 身份却也不知 比你一个奴才高出多少 你说话之前 可要先掂量掂量 自己几斤几两 白珍珍听着这话 就连连点头 白老三可真是硬气了一回 刚刚她还思量着 怕白老三太面 给自己和二姐姐丢人呢 眼下看这样子 是不会丢人了 也用不着自己出面了 于是她挽起 白赫然的手臂 两人准备抄手看热闹 柳絮没抢着珠花 心里头别提有多急了 那珠花上有什么门道 她可是再清楚不过 这要是揭穿了 她家小姐的脸面何在 于是她极力跟白赫宇掰扯 别以为侯爵府是多大的门面 要是没有我们叶家 没准现在文国公府都上街要饭去了 职人不报也就罢了 没想到如今还倒打一耙 竟敢与我叶夫叫板 我说你都是轻的 柳絮这是打定了主意 借由跟白赫宇掰扯这些家族知识 来分散众人经历 尽可能地把焦点转移 最好是最后只记着吵架 把这个珠花的事给忘了 至于自家小姐的伤 看样子也只能自认倒霉 待日后寻找机会收拾白家 业家收拾白家 这机会还怕寻不到吗 于是柳絮几乎是撒泼打滚地 咒骂起白赫宇 连带着文国公府一起骂 说的那叫一个难听 什么文国公不作为 起家全是靠女人 能有今日之崛起 全靠叶家帮扶 白家人得借着叶家的恩 是叶家给了你们这样好的生活 是叶家给了你们 能参加百花会的资格 一时间 倒还真是将在场众人的注意力 成功转移了 于是有人说起文国公吃白饭 有人说起文国公养异性儿女 还有人说文国公后面两房妻室都是叶家女儿 可见是贪足了叶家的权势和财富 这些话把个白珍珍听得这个闹心 他用胳膊肘捅捅他二姐姐 笑声道 叶家人都这么不要脸的吗 上到主子下到奴才 一个个睁眼说瞎话呀 叶家什么时候养过白家 叶家只会从白家掏银子好吧 掏空了整座文国公府 最后还不是要洪家来补上这个圈 这些人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咱们就这样纵着他胡扯 白赫然笑着摇头 自然是不能任由他们回来的 可是你看看现在 这么多人听着 我瞅这样子就算不全信 似乎也是陷了八成啊 白赫然安慰他 别急 这不是才刚刚开始吗 是警宗得一件一件解决 咱们看着你三姐先解决了那朵珠花 至于文国公府到底是谁养家的事 既然就有人提了出来 那回头咱们便深究一下 说不定也能捞一笔偏财呢 白珍珍来了兴致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来来来 说说 这偏财怎么个捞法 白赫然却不想这时候说 只是告诉这个四妹妹 稍安勿躁 先把这场戏看完的 白晏宇那里也是被这柳絮给气得够呛 不过他却十分清醒自己该解决的是什么 他手里只得这枚珠花 要解决的便就是这枚珠花 至于文国公府到底成谁的恩情 被谁养着的 花谁家的银钱的事 这可不是他一个庶女能管得了的 叶家人在这如此叫小 自然有人要他们好看 于是白晏宇根本就不理叫妈的柳絮 只捧着手里的珠花挨个找人去品鉴 还不停地提醒人们 要闻一闻 一闻便能闻出有香蜜的味道 十分浓郁 这些小姐们凑近了去闻 果然蜜香味很浓 甚至有人伸手去摸 这一摸不要紧 当时就惊了 这还黏着呢 这么多蜜禁在上头 不招来蜜蜂才怪呢 叶家小姐 你这存的是什么心啊 你们叶家同白家 有什么恩恩怨怨 你们私下里去解决啊 怎么可以在百花会上 拉着我们一起受这等惊吓 这蜜蜂可不长眼 万一一个没盯准盯到了旁人 你该如何给人家一个交代 这话刚说完 远处就有哭声传来了 人们顺身看过去 这才发现原来竟真的有人被盯 冷若男赶紧过去查看 又赶紧吩咐人再去庄子里传话 然后再验看其他人 待确定就这两个被盯了之后 这才放下心来 可看着另外一人被盯在眼皮子上 心里头也着了慌 那是上都府引韩天刚的嫡亲之女 这要是毁了容可该如何交代 父亲跟韩知福关系还不错来着 可万万别因为自己办这一场百花会 再把关系给整疏远了 于是他走过去跟白赫然说好话去了 白燕宇这头还在把珠花给人看 但所有人都看过之后 便有人提出了质疑 既然密尽在珠花上 为何你没事 有事的却是叶家小姐 说话的人是郭天香 语气中也带着不屑 说谎也得说得像你样子 这珠花跟这场蜜蜂丁人 根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话却也是有道理的 于是人们又看向白燕宇 只听白燕宇说 我既然让各位看着珠花 便也会让各位再看另外一样东西 她将自己随身的荷包拿了出来 这是我二姐姐给我的香囊 防蚊虫防蜂蛇 所以那些蜜蜂先是在我头顶盘旋 却并不敢伤我 我说这话 兴许有人不信 也会怀疑这香囊的真实性与功效 没关系 咱们大可以现在就请一位大夫 过来当场验一验 看我说的是不是对的 至于功效有没有我说的这样神奇 这个我觉得真不用怀疑 因为外界人人都知 我二姐姐是神医 就连皇上都公开认了她神医的身份 她能治出有如此奇效的香囊 又有何可不信的呢 你们说是不是 这话问的可真有水平 说不信吧 人家可是皇上都认下的神医 你想说不信 那不是在质疑皇上 至于香囊里面是不是装着药 这时 又为小姐走上前 笑着对白燕宇说 我是太医院院守郑夺的女儿 自幼便跟着父亲学了常理 也算通小医理 不如就由我来辨认一番吧 太医院因为管着人们的命脉 所以人们少不得给郑家人一些颜面 于是纷纷点头 郑玉琳便走上前 接了白燕宇手里的荷包 直接拆开 再凑近闻闻 不由得献出惊讶 确实是难得的方子 没想到天赐公主 连如此古方都有 大家来看看吧 白家三小姐说得没错 有这荷包在身 别说是蜜蜂 就是蛇到了跟前 也得褪避三射 有了郑玉琳的作证 人们更相信白燕宇 说的是实情了 何况郑玉琳还说 之所以蜜蜂不敢 这白家小姐之后 又去遮叶家小姐 想必是因为这只珠花 之前是带在叶家小姐头上的 她还亲自动手摘下来 送给了白小姐 留有余香 这才隐风而至吧 人们彻底明白了 感情这都是自找的 害人不成反害己 叶家这回真是陪了珠花又折女 各位君安 在下四皇子君沐昕 有人告诉我 说一人一事 不必再等 我不信 我一定会等她回来 给她讨个公道 希望各位听友 祝在下一臂之力 鲁青竹播讲 请不吝点赞订阅